杨子真情告白妈妈 眨白着双眼 哽咽着喉咙 眼珠子转了好几圈 可愣是挤不出一滴泪来 再看她媳妇黄胜一 都不需要酝酿感情 眼泪说来就来 这就是差距 黄胜一杨子 某当婆媳宗艺节目里 有一个明星子女告白母亲的环节 其他人都是声泪俱下的感谢母亲 轮到杨子 只见她先喊了一声妈 情绪瞬间就位 下一句话哽在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 媳妇黄胜一摸了摸她的肩膀 杨子的情绪才稍微缓和下来 接着告白妈 你四十岁才生了我 我没有见到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但这次节目当中 说到这儿 情绪又上来了 媳妇黄胜一赶紧安抚她 杨子接着说 胜一把你打扮得穿红带绿的 我仿佛见到了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此时镜头切给了黄胜一 只见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 眼泪一颗一颗的往下掉 杨子又说妈 我们杨三今天有今天 咱们整个家有今天 我知道你的操劳 边说边点头 妈 我会把你交给我的善良 传递下去 妈 说完这句话 杨子张开双臂 上前抱住了妈妈 妈妈感慨地说 孝顺的儿子 我的好儿子 此时黄胜一也过来抱在了一起 杨子妈妈感慨地说 胜一 你是好孩子 不得不说 整个片段中 音乐配合得非常融洽 完美贴合告白时 情绪的起伏波动 观众也被带了进来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杨子明明在很努力地挤泪水 可这眼泪就是不争气 一滴不往下掉 再看她的妻子 全程一言不发 但是情绪到位时 眼泪说来就来 这就是差距